老干爹在和危机的生死之战当中 3比0横扫对手 小洛在这场A组的比赛中显得格格不入 九尾的状态也保持得不错 赢下这场比赛之后 老干爹晋级后赛的希望大增 也算是绝处逢生了 第一局比赛 小洛的基小满就展现了超标的风采 前期连续两个21踢死大桥 然后21进塔踢小兵成功逃生 玩的是基小满 但看着有一种雅典娜的风采 紧接着基小满和太乙真人 追着对面三个人跑 天拨的张飞祖传大招始终舍不得放 最终被九尾大招炸死 而在达摩把沈梦西踢上墙之后 小洛也成功救下队友 整局比赛 VG甚至没有一点还手之力 第二局老干爹在节奏上还是碾压了对面 小洛依旧进险超标 亚连赛前期就拿到了一波双杀直接起飞 还不到十分钟 小崽的孙斌就来了一波行招加大招沉默开团 小洛进场再次打满伤害 老干爹连续两局比赛都完成了人头零风 到了绝境 VG选择相信季节的露娜 这一局季节打的确实没什么问题 她的露娜也秀起来了 哪怕是一打五也能操作一下 VG也一度拿到了一定的优势 不过VG终究还是把握不住优势 背影和小年接连掉点 九尾的干江墨爷这一局命中率也很高 最终老干爹还是成功拿下 3比0带走了VG 在这样A组末端的比赛当中 小洛确实显得太超标了 小洛爹耍赖 一个上单比对面两个上单大有东西 就这么大吗 现在A组的进击形势比较微妙 老干爹还要看明天两场比赛的结果 如果TTG和E star都是3比2获胜 还有加赛的可能性 如果BOA和RW都赢了 那老干爹就直接淘汰了 当然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并不大 老干爹众人也只能期待 TTG和E star大比分战胜对手了 就是希望TTG跟E star能大比分获胜吧 让我们金哥级赛吧